作词 佛家自称宗教也 所以我们佛门自己称宗教 诸位一定要想得 跟社会上一般人讲的这个宗教意思 完全不相同 佛家讲的宗是禅宗 佛家讲的教禅宗以外 那个派别都叫做教 在中国总共有十个宗派 除了禅宗之外 其余九个宗派都叫做教教 所以佛家称宗教是这个意思 跟社会上一般讲宗教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们学佛必须要辨别清楚的 现在学佛很难有成就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佛教变成宗教了 而宗教徒对于宗教的狂热这种心情来修佛呢 佛是变成宗教 宗教当中啊 如果你心很清静很善良 来生的果报是人天福报 换一句话说 佛法里面真正修学的目的与你毫不相干了 你的路全都错了 你把它当作宗教来看待了 当作宗教来修学了 这就错了 不但禅宗是以物心性为主 教下也是这个目的 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 方向目标决定是一致的 净土宗念佛求生净土 还是这个方向还是这个目标 古德说得很清楚很明显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我们业掌重 烦恼习其重 参禅不开悟 宗教也不能开悟 这才没有法子 老师念佛求生净土 见到阿弥陀佛了 就开悟了 阿弥陀佛了不起 他有大智慧 有巧妙的方法 我们跟他学很容易开悟 这就是修净土 实在讲 就是释放一切诸佛菩萨 为我们介绍一个最高明的老师 你去找他 准没错 是这么个道理 同时呢 生到西方净土 永托轮回 不再搞这个生死 聊生死托轮回 一往生西方 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